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是索赔的原理 我们首先看一下赔偿损失 它有四个构成要件 一 对方要有违约的行为 他如果没有违约 你就不可能向他主张赔偿损失 第二个 对方的违约必须造成了你的实际损害的后果 第三条 违约行为和财产损失之间 必须要存在着因果上的关系 第四条 违约能有过错 或者虽然没有过错 但是法律的规定应当进行赔偿 那么这四个要件中的最重要的要件是第三个 就是说只有对方的违约和我们的损失之间 确实存在因果关系 我们的这个损失确实是对方违约造成 这时候才可以索赔 如果我们证明不了这一点 我们有些损失 但这个损失跟对方的违约无关 那这自然是不能索赔的 我们举个例子 某新建办公楼工程 总承包合同约定 在项目开工前七天支付工程预付款 但是总包进场后第七天 建设单位还没有付钱 这样的话呢 离约定的付款日已经有14天 你再不索赔以后就没机会了 于是总承包就在最后一天 向建设单位提出了如下的索赔 购置钢筋资金占用费1.88万 利润18.26万 税金5800 现在就是问你 总包哪些索赔是成立的 这个题呢 同学们可能听实务老师呢 都做过讲解 但是法规老师呢 讲的好像思路上有一点点差异 购置钢筋占用费可以索赔 但是利润和税金不能索赔 为什么利润和税金不能索赔呢 不论业主是否违约 不论业主什么时候打预付款 你都会发生利润和税金 这就说明利润和税金的产生 跟违约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不是违约造成的 而资金占用费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如果业主你按约定 在进场前七天你把这笔钱打给我 比方说100万 我拿着你给我的这100万过去买钢材 现在因为你没有打这100万 我就只好自己掏了100万 借了100万 我去买这个钢材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 这个资金占用一些财务费用 那这笔钱当然是因为你违约造成的 所以呢可以提出索赔 好这是索赔的第一条原理 就是索赔的范围必须要能够证明 是对方违约造成存在的因果关系 下面我们学习索赔的第二条原理 损失赔偿如何计算 损失赔偿应当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不得超过违约方定立合同时预见到 或应当预见到因违约可能造成损失 这些呢就是学习法律最难的地方 没有一个字你看不懂 但是呢连成一片 你不知道他想讲什么 我们把这段话呢做成公式就是 赔偿损失呢等于直接损失加间接损失 那什么叫间接损失呢 就是期待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因为你违约这个利益我没有得到 比方说我原来跟你约定买你这套房呢是600万 结果现在你不卖了 我现在要在同地段买同样的房子 已经到了650万了 600万已经买不上了 那这时候这个50万呢是可以向你索赔的 它并不是你造成我的直接损失 而是你对我的一个间接的损失 好但是这两笔相加呢 要小于等于违约方定义时的合理预见范围 也就是说意外的损失不赔 只赔意料之中的损失 我们再取一个侵权的例子 不是违约的例子 而侵权的例子 比方说甲在过马路横道线的时候 以开车走绳 没有及时刹车 一不小心的碰了甲一下 甲那小腿骨折 甲住在医院里 这些手术费啊 医疗费用啊 护理费啊 都是甲的直接损失 账户的直接减少 那么甲的务工费是间接损失 什么叫务工呢 如果我正常上班 本来这段时间可以赚多少钱 因为你现在这个住院了 我拿不到了 那么这个可以属于间接损失 叫可得利益的损失 也可以索赔 但是甲向法官呢 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要求 甲说我当时啊 法官我是去马路对过来 买彩票的 我手上呢 有一串数字 这个数字呢 跟当天晚上开的头奖 一模一样 我损失了一个亿哦 那么问法官 支持不支持 以赔偿甲责一个亿 不支持 因为已在侵权发生时 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呢 一时的疏忽 会给甲行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害 所以这就叫 意料之外的不赔 只赔意料之中的 这个是索赔的普遍原理 不论是合同纠纷 还是侵权纠纷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人生交通事故中 人生死亡的赔偿额 与你是什么人无关啊 你是年收入五百万 还是年收入五千块钱 这个没有一点关系 只跟当地的职工平均工资啊 二十年的平均工资是多少 跟这些有关 这就叫意外的损失不赔 只赔意料之中的啊 所以同学们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啊 普遍的原理 那么同样的道理 甲方拖欠工程款 那么施工单位的 跟着拖欠农民工工资 项目经理呢 被工人给打了一顿 这个医药费 甲方能不能 要不要赔啊 就是因为你没有不付工程款 导致我被农民工打了一顿 那么这个时候 法院也不支持 就是因为 这就叫意外的损失不赔 他不是合理预见的范围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题 合同法规定的赔偿损失 是一种常见的违约责任 工程索赔 也是项目经理应当掌握的重要知识板块 赔偿损失既包括直接 也包括间接 因发报的原因导致工程停建 承报人依法提出解除合同 可以要求发报人赔偿的间接损失指的是哪一个损失 A 机械设备退场时 拆除不当 导致工人受伤 那么工人受伤是拆除不当导致 而不是发报人 原因导致 所以它不存在因果关系 我们把这个叫做意外的损失 不赔 B 未使用建筑材料 积压处置而产生的损失 本来我这个材料买来都是放在工地上的 结果你现在工程停掉了 那么我就拿到外面去卖掉了 这肯定会有些差价损失 那这个是账户的直接减少 叫做直接损失 那么接下来就是C和D 未完工程的营业额 还是未完工程的计划利润 假设这个工程做到正负零零 那么未完工程的造价是一个亿 企划利润率的百分之五 那么承包人的期待利润的损失是五百万 而不是一个亿 因为你本来能赚的钱就是五百万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低 然后提醒同学们一个事情 不单单在我们国家的国内法 可以向业主提出未完工程的利润索赔 它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惯例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工程上面 只要甲方违约导致施工合同解除 承包方都可以提出未完工程的利润 最后我们再学习索赔的第三个原理 当事的一方违约后 对方应当采取适量措施 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没有采取措施致使扩大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当事人因减损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由违约方承担 第二题 某工程施工中 某水泥厂为了施工企业供货 供应水泥 拖延交货一周 导致施工企业每天损失四千元 第一天晚上 施工企业为了减少损失 采取了紧急措施 供花费一万元 使剩余六天 供损失七千元 就是损失的压缩了 那么水泥厂因为违约 向施工企业赔偿的应该是多少钱 这个题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做 还挺好做的 但是在考场上一百个题 大部分的人直接就被搞晕掉了 算不来 好我们看一下 他这里边受到的损失 应该是第一天是0.4 第一天已经损失的是0.4 剩下的六天损失了0.7 他总共遭受的损失的是1.1万 然后中间为了采取紧急措施 防止损失扩大 发生了1万块钱的必要费用 那么这1万块钱的必要的减损费用 应该也由违约方来承担 对不对 所以后面是损失 前面是必要费用 那么相加就是2.1万 是这么来的 这个题有点像英语考试里的听力题 就是意想不到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4016 无效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 总共来考两分 那么合同成立以后 可能生效 可能无效 可能效力待定 也可能可撤销 无效合同 一共有五个 第一个 无明示行为能力人 实施的行为 比方说一个精神病人 花了几十万 买了这个 买了保险啊 或者说是理财产品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属于无效的 第二个就是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 那么有同学一听 又陈老师欺诈胁迫 错了 欺诈胁迫是可撤销合同 不是无效合同 所谓的虚假意思 不是说欺诈胁迫 而是为了洗钱 或者逃税 或者说是套取现金 虚构一个合同 这种假合同呢 它显然是无效的合同 假合同 第三个就是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无效 第四个就是违背公序良数 违背公序良数 第五个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利益 那么这五条 他们的共同点 都是具备强烈的违法性 所以记住 违法的合同是无效的合同 不违法 它就不是无效的 可撤销合同有四个 重大误解 显示公平 欺诈 胁迫 我们把它呢就叫做违新 违新的交易的可撤销 效率待定 有两个 第一个 14岁的中学生 打了一个低 花了二十几块钱 这个明显跟他的年龄相符 所以是有效合同 14岁的中学生买一万块钱的苹果手机 这个呢和他的年龄就不相符了 所以处于一种效率待定的状态 谁来定呢 父母亲来定 父母亲如果认可 合同就有效 父母亲如果领着儿子去店里退货 那么他就无效 这就是效率待定的含义 第二个呢 无权待理 贾伟托已购买一批钢材 已在钢材之外了 多买了一批水泥 那这个多买的水泥 就是属于效率待定状态 那么这两个都是 没有交易资格的人在交易 等待有资格来定 记住他们的特征就容易多了 无效合同有三个特征 首先它是违法的 或者违背公序良述的 其次因为它违法 所以不得履行 已经开始的不得继续履行 好第三条 因为它违法 所以从定例时 从起点处 就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其次四类施工合同 违法无效 一无资质或超越资质 二挂靠 三纵标无效 四转报违法分报 这四个经常靠 但是不需要你背 你就记住违法的无效就可以了 合同不分无效 不影响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合同无效被撤销或终止 不影响独立存在的 争议解决条款的效率 所以挂靠的合同 转报的合同 约定了仲裁的 那就只能仲裁 不能再起诉 合同无效或被撤销 应当返还财产 不能返还的 折价补偿 有过错的 赔偿对方的损失 都有过错的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是要注意 合同无效 无约可为 因此该责任中 不可能有继续履行 违约金定金等等 违约责任 因为他无约可为 法律不认可 他里边的权利和义务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无效 但是经过验收合格 可以请求参照 合同中的约定 进行折价补偿 这个呢 同学们都比较熟 那施工合同无效 验收又不合格 分两段 第一步 先修复 修复的费用的话呢 由承包人来承担 如果修复后 人不合格 那承包人无权要求 参照约定付款 发包人对于不合格的损失 有过错 比方说材料是甲方供应的 那么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好 第一题 关于无效合同 说法正确的有 A 无效合同致使无效 但是解决争议的条款 是不受影响的 对了吧 B 超越经营范围 定例的合同无效 这个说法呢 是错的 假施工企业 在疫情期间 高价买进了很多的口罩 消毒水和体温枪 在疫情平息以后 甲那确实多得用不完 于是经朋友介绍 把他卖给了乙 而且呢 还比乙 进价还便宜了一点 后来乙跟甲发生了纠纷 乙的律师就向法庭提出来 甲当时出售这批口罩 我们查过他的营业则照上 没有医疗器械销售这一块 而且甲呢 还办了个建造师辅导班 在外面呢 招了一些学生 过来一起听课和华书 那么甲的营业则照上呢 也没有培训这个栏目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些合同呢 都是违法无效的 法官说 乙律师 你这个观点不对的 而律师说 我怎么观点不对的 法官说 这个营业则照上的经营范围呀 其实呢 是经常超越的 法无名文 禁止即可为 而不是说 法律同意老百姓干什么事情 老百姓才能干什么事情 而是法律没有禁止过 老百姓就可以做 施工单位多了这批口罩和这个体温枪 他把它卖掉 哪条法律说过禁止呢 我们查过了 首先呢 他有合法的这个生产合格证啊什么的 这些该有的生产合格证之类的 他都有 他是合法的产品 第二个 他又不是说在疫情紧急的时候 炒货囤货 损害公共利益 他也没有违背公序粮述啊 所以同学们记住 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 一般情况下都有效 除非是法律名文禁止 比方说你超越资质等级 那就是无效 而法律禁止你超越资质等级 但是呢 一般卖卖口罩 有效的 C 合同无效被撤销 应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只能予以返还 错 不能返还的 折价补偿 第一 违反地方法规 部门规章 禁止性规定的无效 这个说法是错的 只有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 禁止性规定 才无效 你不要说这个湖北 如果不允许卖 这个芙蓉王 湖南省的市场呢 不允许卖这个黄鹤楼 你各地为政 这肯定不行的 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所以 只有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 强制性规定 才是无效的合同 这个敌呢 很多同学呢 反应不过来 但是要记得住 好 第一题特别重要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第二题 根据民法典 下列哪一个免责条款 是无效的条款 我们讲合同中呢 有一些约定的免责条款 如果说是 人身伤亡方面的免责 它是一律无效 绝对无效的 财产损失的免责 它一般情况下 都是有效的 比方说 发报人跟承报人约定 如果因为甲方的原因 不能按时交付施工现场 工期顺延 施工单位不得提出费用索赔 这就是典型的财产损失的免责 那么正常情况下 施工单位索赔费用 法官不认可 按约定的来判 但如果施工队能够证明 甲方是故意不交付现场 或者说是甲方呢 重大过失 不交付现场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可以提出索赔 要这样去理解 所以A 因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 无效 这个对的 轻微过失 不可抗力 市场价格不懂 那么这些都是有效的免责条款 第三题 关于无效施工合同 工程款结算 说法正确的是A 建设工程经建收合格 发文人应当按照约定来进行结算 那么第一章给同学们讲过 不是按照 应该是参照 很多同学都在问我 按照和参照的区别在哪里 那么我的解释的就是不要想到太多了 就是在汉语中 我们说按照无效合同的约定进行结算 汉语的语法没有这种用法的 你说参照无效合同的约定进行结算 这个就明显符合我们的语法习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不应该做太多的文章 B 建设工程验收不合格 修复后的工程经验收人不合格 发报能可以在结算中 大幅度的减少结算的金额 这个B的说法 是没有根据 如果修复后还不合格 比方说有的时候门窗不合格 那你就扣他一些钱 你到底是主体工程验收不合格 还是门窗不合格呢 对吧 C建设工程验收不合格 修复后的工程经验收合格 维修的费用应该由发报能和承报能共同承担 错 应该是承报能承担 第一 工程经过验收合格 发报能可以参照合同 关于约定进行折价补偿 这个说法呢就是正确的 正确的 好 这道题呢应该选敌 敌的是最恰当的 这种题做的太少 上了考场就不生意 不生意 好 我们再看第四题 下列无效合同的案例中 说法正确的是哪几个 A 加以4月1号签订一份施工合同 合同旅行中双方发生了争议 加5月20号 单方要求解除合同 以税向法院起诉 法院6月30号判定该合同无效 则该合同是6月30号起无效吗 不对 应该是致死无效 4月1号起就无效 比丙丁组成联合体 重标一项市政工程 丙丁签订协议约定 丙负责具体组织施工 丁负责对业主和政府的沟通 丙丁按利润五五分成 该协议应该认定为是工程转包 因为在第三章呢 我们讲过住建部的有这方面的文件 一方只收钱 不干活不管事 就叫做转包 那么转包呢 违反了建筑法的禁止性规定 所以属于无效的合同 那么约定的利润分成条款 自然也无效 这个说法呢 就是对等 C 某工程分包合同约定 由分包方负责完成 总包合同范围的主体工程 并向总包支付5%的管理费 分包每发生一次安全质量事故 应该向总包支付0.5%的违约金 供期100天 拖一天向总包应该支付的 供期罚款是3000元 则该合同属于主体工程分包 因此是无效的合同 那么既然是合同无效 所以工期和违约金条款自然也无效 这个说法当然不会有问题 对吧 是正确的 正确的 在四川的法院中 曾经流行一种观点 这种观点叫做无效施工合同 按有效来处理 我极力反对这种观点 我也给同学们说一下 我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无效合同 它具有强烈的违法性 违法的合同是不得履行的 已经开始是不得继续的 假设总包要求分包赶工 分包却认为 我正在进行一个违法的活动 所以出于良心上的罪恶感 我提下来了 法官认为 有效按照无效的处理 你赶紧赶工啊 继续快速进行这个违法行为 把工期赶出来呀 这个我觉得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对不对 完全站不住脚 所以很多时候考虑的周密点没有错 最高法院的态度是 参照无效合同进行结算 他仅仅是说在结算上面 要参照无效合同 而没有说工期 或者违约金之类的也要参照 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地方都要思考的周密一些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 某工程施工合同约定 价款为一个亿 施工成本为九千万 按发报人核算的造价是九千五百万 后来该合同无效 但是经过验收又是合格 那么施工企业能够获得法院支持的最高结算款 是多少钱 这个题来很多同学做不来 想的太多了 其实就是一句话 施工合同无效 但是竣工验收合格 参照无效合同的约定进行结算 所以是参照一个亿进行结算 一 劳务分包合同约定 因为施工造成的人员伤亡责任 一概由分包方自行负担 合同争议由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此分包合同中违法的人身伤亡免责条款 无效 但因为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率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约定的仲裁的只能仲裁 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问题 好 通过举例子的话 我们看懂 书上学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效率待定 效率待定指的是合同虽然已经成立 但因为不完全符合生效的条件 所以它既不是有效也不是无效 而是处于一种效率悬空 一种待定的状态 要等待有权的人来确认 效率待定合同有几种 首先14岁的中学生 实施的存获利益 比方说在群里抢红包 这个是有效的 与年龄智利精神状况相适应的合同 比方说打一个地士 买一个书包 买一双鞋 这个都是有效的 但是其他民事行为就处于效率待定的状态 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能有效 行为人乙 还有一种就是无权代理 无权代理 无权代理我们举个例子 有一套二手房的买卖 房东是夫妻两个 老公叫做贾 老婆叫做乙 买房的人叫做丙 签合同的当天 丙就发现 怎么房东就来了一个人 就乙来了 然后问乙 你老公呢 乙就解释 我老公是大学里的教授 前几天到日本做访问学者去了 这个经历对他非常的重要 将来回国以后 这个平直称什么的 都靠这些经历了 所以他也让我向你道歉 我这里有一个书面的授权书 是他亲笔签名的 那比如说我也没看过你老公签字 我怎么能确认是他亲笔签名呢 你说这样子 你如果还不放心的话 我写个承诺书 我承诺这个签名 是我老公亲自签的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我愿意承他一切法律责任 你看看怎么样 秉说那就行吧 就把这个假的签名的授权书 和这个乙的这个承诺书拿了下来 但是秉心里总归是不踏实 为什么不踏实呢 同学们都知道 秉最大的心事在哪里 现在房价了一天一个价 天天都在涨 如果过段时间 你老公从日本回来 告诉我说这个房子 他不同意卖 说要加钱 要跳价 那个时候找谁去 所以秉心里还是有点七上八下的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段 行为人以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 或者代理权终止后 仍然实施 未经贾的追认 对贾不发生效力 买房的秉可以催告贾 收到通知三十日内予以追认 贾未作表示 视为同意还是视为拒绝 视为拒绝追认 以实施的行为 在被假追认之前 善意的比有撤销的权利 我给你老公发过短信 他到现在也没有回复 当然了 有可能因为他在日本 看不到这个短信 那么现在呢 你小区里也不是说只有你一套房 到处都是有类似的房子 我买谁都不好 我要买一个有隐患的房子 有不安全的交易 是不是 所以想了想去 我决定你这套房我不要了 我赶紧去买别的房 别的房也抢不到手 那么这个撤销是可以的 通知就行了 行为人已的行为 如果未被他的老公追认 造成了丙的损失 丙有权请求已履行债务 或者就受到的损害 要求已赔偿 但是赔偿的范围 不得超过假追认时 丙能获得的利益 丙如果明知道已无权带领 丙已按各自过错 成分担责任 以以假的名义签订合同 假如果已经开始旅行 或者接受病的旅行 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所以同学们 因为这个事情呢 在生活中工作中特别的常见 如果我们确实很喜欢这套房 想锁定这套房源 那么最好的办法 不是什么授权书或者承诺书 而是直接问你 要下你老公的银行账号 给我一个 然后呢 给假的账号里的打钱 打个五千一万多行 下面写上购房款 或者购房定金都可以 假收到了这笔钱 如果没有退 那就是视为 已经追认这个合同了 所以这些知识呢 对我们都是非常有用的知识 好我们下面呢 再举一个例子 第五题 假公司承包了某施工任务 并将装修分包给了乙 那么假是总包 乙是分包 分包以总包的名义 与供货商饼 签了一个供货合同 随后供货商饼就吹个假 在三十天内予以追认 但是假呢 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正确的是A 在假追认之前 善意的笔有撤销权 这个说法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一千多万的供货 而且合同讲的是 先货后款 工程做完再跟我结算 你现在这个交易 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态 笔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那么我有顾虑 我有顾虑我不想交易了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A是对的 因为你没有追认 B 合同已经生效 假应当履行 这个说法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假未做表示 视为拒绝 拒绝了以后 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状态 所以不存在应当履行 C 丙可以请求以旅行 但不得要求以赔偿 其受到的损害 这个说法是错的 第一 丙可以请求以赔偿 但赔偿的范围 不得超过假追认时 比较获利益 对的 一 如果假未做表示 但是已经收了丙的货 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对的 同学们 如果丙是一个心非常大的人 风险意识也不是很够 那么管你追认不追认 我把这个材料给你全部送过来 结果工程做完以后结算了 假了就表示 你这个价钱太高 三千我不能接受 按两千五 你这个价钱的四千 我不能接受 按两千八 一笔一笔的在那扣 那么对丙来说 就是极其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我当时送货 你有问题 你当时提 你收了我的货 那就是视为 你对这个以前的合同 已经全部追认了 而且每个条款 你都是认的 这才符合我们的良知 符合我们 对交易安全的理解 所以同学们 像这些知识点 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知识点 要好好的去学 所以假只要收了饼的货 就视为追认 将来就不准再跟饼还价 去砍价 好 这个小节就给同学们介绍到这里 我们休息会 待会继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